文杨宾国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英罗伯逊昨天表示 土耳其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单方面军事行动是不可接受的 任何一方在叙利亚东北部采取单方面的军事行动都将引起严重关切 尤其是美方人员可能在那里或者是附近 美国与土耳其就此进行协商和磋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 12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 土耳其军队将在近期对右发拉底和东岸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YPG采取军事行动 理由是美国违反承诺向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提供武器 而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与土耳其禁止了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的恐怖组织 因此土耳其多次对蓄境内的库尔德人采取军事行动 杨宾国评论一段时间被国际媒体基本遗忘的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问题 再次在舆论媒体上刷屏 实际上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 从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从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开始算起 最终俄罗斯出兵 导致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失败 美国就把目光凝聚在叙利亚300万人口的库尔德人武装身上 美国与库尔德人的合作关系有一段历史 在伊拉克萨达姆时期 美国在海湾战争之后 就利用伊拉克库尔德人问题制衡萨达姆政权 在克林顿执政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美国以保护伊拉克库尔德人为由 在伊拉克建立警飞区 禁止伊拉克恐军 飞越能打击到库尔德人地区的位置 最终在之后 2003年岛萨战争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很明显 在伊拉克支持库尔德人的模范效应 美国想复制到叙利亚 其目的最终找到机会推翻巴沙尔 巴萨的政权 凡事都有利于弊 3000万人口的库尔德人地区 横跨中东四个主要国家 其中土耳其占据一大半人口 伊拉克库尔德人地区 在岛萨战争中作大 成为后来土耳其国内动荡不安的主要诱发因素 被土耳其政府认定的国内分裂势力 土耳其库尔德人工人党总部 至今设立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 土耳其空军越境伊拉克轰炸 至今依然在继续 从而引发的国际纠纷十分复杂 但土耳其又不得不为之 除了伊朗之外的库尔德人问题 目前土耳其 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都要持续发酵 在土耳其政府看来 美国以及叙利亚库尔德人所谓的保证根本就不可靠 只是暂时在积蓄力量 只要时机成熟 必然会引发重大危机这一点 在叙利亚危机最危险的时刻 叙利亚与伊拉克毗林的库尔德人 冲破边界阻拦往情景就可以证明 拥有五分之一人口的土耳其库尔德人 一旦在整个中东地区 库尔德人独立运动中被绞尽举重 对土耳其而言来说 就是封疆猎虎的危机 也是国家的心腹之患 美国中东的收缩兵力政策 必然要找到强有力的傀儡来支撑其政策 而选择库尔德人必然从根本尚与土耳其对立 和子猎潜艇原创作品 没有授权 不得转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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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